先来参与这一次的黑客松 我是今天上午开场跟提案阶段的主持人哲伟 对谢谢刚才 比林其实帮我们录制这一段新手教学的影片 那把整个黑客松请大家要注意的部分 还有大概的流程也都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待会10点30的时候 会开始进行提案的阶段 那在这之前大概还有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回顾一下整个今天的活动 那今天这一次的活动呢 是居宁维林是政府第48次的 武来聚敬黑客松 第48次其实举办的次数就是第49次 我们基本上是两个月会办一次黑客松 所以49次的黑客松 其实好像有一点历史 那今天这一场呢 是2022年的第一场的军牛夜夜客松 那各位在报名的时候可能有看到 我们这个活动有一个插画 有一个宣传的图像 是一只石虎 那也感谢Duri帮我们绘制了这只石虎的意象 那仔细看这只石虎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密码在里面 如果你好好观察这个图片的话 它的右脚 右前脚跟它的尾巴 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石 10这个石 意思是说其实今年2022年 是GNV社群从2012年开始 准备迈向第10年的这个时间点 在2012年10月24日的时候 我们C有高就是高尊长 他注册了这个GNV.TW的网域 注册网域之后呢 也开始举办 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黑客松 两个月举办一次 一直举办到今天是第49次的黑客松 那黑客松的流程 其实就如刚才比您的影片介绍 我们聚集在一个场域 一般来说会有一些实体的空间 那像我们这一次是线上的空间 让大家相聚 那透过提案 透过待会的hacking的时间 还有成果发表 那很多的专案可以被提出来 然后找到朋友一起来协作 那其实社群的专案主题也是蛮多元的 像今天有蛮多的专案 但是跟国会跟立法院的资料应用相关 那其实还有像台湾黑熊通报 这种比较跟公民科学 动筑调查这种专案相关的主题 那其实近这几天 或这几个礼拜 蛮多社群朋友参与 有一个GNV Podcast的专案 就是我们用Podcast的形式 邀请专案的参与者来录制 专案的参与过程 开发经验 那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做了三四集了 蛮多的社群朋友都相互参与 包含计划 后制 还有实际的访谈 录制等等工作 那今天下午呢 也蛮特别的 我们邀请到 跟教育主题上关的专案 包含像日本这边有Cover Japan这个单位 他们举办了给学生的算是专案竞赛的成果 那我们邀请了其中的三个专案来跟我们具体分享 还有包含台湾这边临时小学校这个教育工作的专案 那这一次的demo day也选出了有六个专案的朋友来分享 那下午的时候期待他们的阶段成果的分享跟一些交流 那如果您是第一次参与黑客宗社群的这个朋友的话呢 除了我们今天的活动之外 你也可以到GNV.TW网站上面 看看我们过去的一些递程 那其实网站上面也有一个社群宣言 你也可以从社群宣言的文字来了解 社群的一些精神 跟大家所想维系的一些方向 那更主要的是 如果你想要接触实际的朋友 那其实就很欢迎大家到GNV.TW的聊天频道 GNV.TW其实有非常多的频道 那不同的专案就会开一个频道 让专案的工作者在里面协作 那也有像是General的频道 像Renderly的频道 就会是比较大家可以先聊提案的空间 那如果你是已经很想要找到某一些专案 或者是好奇说社群过去 有没有针对什么样的议题 做一些专案的话呢 那我这边也推荐有一位参与者 Jung他开发一个叫做 令人惊奇的临时政府 你可以key这个中文字在Google搜寻 就可以找到他的网语平台 那他呢是把过去GNV的专案 汇整在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在这个令人惊奇的临时政府的平台上呢 你就可以直接key关键字 例如说黑熊可能key一下 或许会找不到相关的提案 那提醒大家就是刚才比铃的影片中也有介绍到COC 就是Cover Conduct的行为守折 那主要的目的当然是期待我们一起营造一个相互尊重 让参与者都会感到安心的一个协作环境 那在准备要进到活动流程之前呢 也特别感谢今天的活动的算是协助的朋友 像今天的活动的我们也公布直播在YouTube的频道上面 那就感谢任翔来协助直播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整个活动还是会进行录影 所以我们也感谢维新来协助这个整个活动影片 包含待会儿的提案 还有短讲以及像是成果发表 我们把它录制起来 让更多朋友可能在日后都可以来看到 那在下午的时候 1点15分的时候会有个新手导览团 那我们那时候这次邀请的是新佑 由新佑来担任那个导览团的 算是带大家的导游 那导览团的意思就是 待会儿我们除了提案阶段之外呢 我们到了1点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导游带着大家去看看 每一个专案当下的进度 大家还需不需要什么样的协助的人员 跟人手 那稍微绕一圈之后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找到 可以找到专案来参与 那昨天晚上也有一个松前哈拉 一般来讲松前哈拉是 我们礼拜六的大宋 前一天的周五的晚上 我们先有一个算是10点 9点到10点的一个小聚 那昨天的主持人也感谢之号来担任 我们通常松前哈拉就是让 可能有朋友想要早一点开始提案 或者还对整个活动社群 比较好奇的部分 就可以在松前哈拉做一些讨论 那今天几场的主持人 就包含我 还有下午的教育专案的活动 端讲是由BASS 那下午的时候 成果发表的时候 会由Roni来主持 也感谢这些参与者 那今天这个场地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的 就会是我们今天上午提案 跟下午成果 最后成果发表的一个场地 那在下午这个临时小学校 跟COVO JAPAN 这个U22的教育专案成果发表的话 会在地图的最北边 就有个大草地这一块 那待会儿再 应该我们还会再引导大家去不同的地点 那我们要准备10点半准时 还是要稍微提早一点开始进行提案 我看Duncan已经有在发表区了 那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在10点半之前 可以看到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 或者想要马上提问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 您可以打开麦克风 那如果没有